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演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44集 唐总,好久不见 唐月月主动打招呼了 夏小兰也不好假装不认识 她非常不想和唐月月打交道 就在香港报纸曝光绯闻后 夏小兰认为自己该避嫌 何况唐月月是真的对她表白了 她又给不了唐月月回应 干嘛还要和唐月月来往呢 就连生意牵扯 还是能避免就避免吧 所以她现在该怎么办 启笑颜开和唐月月故人重逢 借此摆脱威尔逊夫人 还是去挑战从未接触过的剧院领域 被迫接受威尔逊夫人递来的橄榄枝 借此不用和唐月月这个香港客户接触呢 夏小兰迟疑了三秒钟 就果断选择威尔逊夫人了 不管威尔逊夫妇想做什么 威尔逊夫人和她起码不会传出绯闻 唐月月看着她 掩饰着眼底的贪婪际遇 二月到七月 有五个月没见面了 夏小兰还是那么漂亮 不 好像更漂亮了 这样的夏小兰 是一个更洒脱的状态 在GMP 明明只是个能被随意使唤的实习生 硬生生多了一种自由味道 小兰 你怎么在这里 夏小兰心里做了选择 嘴上就轻松了 我听从学校的安排 来GMP事务所实习 倒是在这里见到唐总 很意外 我也很意外 这个度假村项目 原本是我三地负责的 没想到 总之 能在美国见到你 我很高兴 你在GMP事务所工作 我能邀请你参与度假村的方案设计吗 安德鲁看看唐元月 又看看温尔逊夫人 最后眼睛还是落在夏小兰身上 实习生 就不能叫你的人脉分开上门吗 这样搞很为难呀 看看另一个实习生眼珠子都红了 以后同事之间还要不要相处了 Mr.Tong 很高兴你能选择GMP 新任GMP的建筑师 威尔逊夫人打断安德鲁的霍西尼 我只会将剧院翻新委托给夏 是我先来的 这位Mr.Tong似乎有点失礼 夫人 您好 请问您是 新西亚威尔逊 年轻人 我想你应该 夫人 我是昨天来GMP的 如果谁先到谁就能提要求 应该是我提 又是一个威尔逊 唐元月肯定不能退让 基辛格幸福得快晕倒了 如此甜蜜的负担 每天多来几次也行的 唐总 可我已经答应了威尔逊夫人 夏小兰果断出声 唐元月投来控诉的眼神 基辛格打断捣乱的夏小兰 这并不冲突 威尔逊夫人和Mr.Tong都想要你参与方案设计 你可以同时完成两样 马修看着这场闹剧 他倒是不介意有这样的苦恼 小孩子才会做选择题 成年人当然是全部都要啊 基辛格先生 您能出来一下吗 当着别人的面反驳老板是大忌 夏小兰忍无可忍 必须要和基辛格私下谈一谈 OK 稍等一下 基辛格安抚着客户和夏小兰到了隔壁 拿下两个客户 我按胡夫曼的标准给你算项目提成 给你项目数名权 一进屋 基辛格就抛出大耳 小实习生当然没有数名权 就像威尔逊酒店项目就没有夏小兰的名字 先生 我很心动 您给的条件非常好 我很感激您的信任 但是 我在GMP的实习期没剩多长时间了 剧院翻新和度假村只能二选一 其实完成一个委托都非常困难 嗯 基辛格也是被打懵了 夏小兰和别的实习生不同 大部分实习生都愿意留在GMP工作 比如和夏小兰一起实习的那个小子 基辛格连名字都没记住呢 就知道他很想留下来 你今年是几年级 基辛格终于想起了这个关键问题 秋季学期开始 是三年级 先生 我不是来康奈尔大学留学的 我只是从华国来的交换生 Shit 三年级是必须要去上课的 基辛格还想用GMP的工作 让夏小兰坚持下呢 夏小兰说 他是交换生 交换生很快就会回国的 为什么不在康奈尔完成学业呢 留在美国不好吗 显然 夏小兰是有一定人脉的 这能帮助他快速站稳脚跟 并且在纽约建筑圈声明确起 所以 是康奈尔建筑本科不好 还是GMP事务所不好 在夏小兰苦笑摇头中 基辛格也有种 要崩溃的感觉 这时候的合伙人先生 和麦卡锡教授 一定会非常有共同语言 那你想要 接受哪个委托 好痛苦的选择 为什么要逼他做选择 夏小兰早就想清楚了 我选择 威尔逊夫人的剧院翻新 剧院翻新在百老汇 夏小兰对那地方不陌生 昨天他才送周仪去那边的语言学校 度假村却在印尼 难道要他亲自跑一趟印尼 就算他在GMP实习结束 依萨卡到纽约的距离 仍然能让他坚持完成剧院翻新 OK 让我们去和热情的客户们谈一谈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位MISS的唐也能留下 唐元月的口气 没有威尔逊夫人那么强硬 没有夏小兰参与 威尔逊夫人转头就走 没有夏小兰参与 季辛格希望能将唐元月吊住 季辛格再回到隔壁办公室 就先把威尔逊夫人那边敲定 夫人 我们已经确定让夏接受您的委托 委托细节我们可以慢慢商议 您有什么想法 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 威尔逊夫人十分满意 那就等下次见面再谈了 在她和唐元月之间 季辛格偏向了她 这让威尔逊夫人有面子 唐元月皱眉 我想GMP似乎不太缺客户 在美国本土客户和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国外客户时间 季辛格先生选择了前者 Mr.Tong 请听我解释 我能理解您看见老朋友的喜悦 但您之前来GMP 季辛格手放在背后挥动 夏小兰慢慢退出了办公室 马修双目种种有神 是什么感觉 夏小兰不解 马修舔了舔嘴唇 我说有两个客户争抢你是什么感觉 这是知名建筑师才会有的待遇 原来是问这个 夏小兰有一瞬间稍微膨胀了一下 没超过三秒钟就清醒了 有啥感觉呀 左廊又虎 这两个客户都不是因为他的实力而来 别有用心 选哪个都不对好吗